首先有个问题,如果说到一些戒命,神吩咐我们要做什么, 比如感恩,如何由感恩说出神的圣情? 其实神吩咐我们做的事,他也会做的,除了有些事他没有做的,就是悔慨, 天父没有敬拜,但耶稣有敬拜, 他没有为罪懊悔,神没有做的, 但是他有很多吩咐我们做的事,他也会做的,比如感恩, 其实神对我们是感恩的,因为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说话, 你做一个小子身上,做在我身上,其实耶稣没有受益, 你做在那个小子身上,跟耶稣有什么事呢? 但耶稣会代替那个小子,去说谢谢你,你做在他身上, 就是我会这样接受的,所以耶稣是很有感恩的心, 这个都是神的质素,就是神会看到一切尾线, 比如耶稣会说到天父的恩恋的时候, 说到天父的尾线,就是你看到那些白花, 它们都没有纺织,但是它们所着的比所罗门更漂亮, 它就会感谢神的恩恋,神本质有一个感谢的心, 当我们看得到,神那么好,当然应该感谢, 但是人那么不好,那么卑微,就算一杯凉水, 耶稣不会说,你做很多事我才称赞你, 其实他说了几件事,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上事, 这是一个感谢,接待先知,先知很大, 接待他很简单,你可能请他吃饭给他住,照顾他, 但是先知做的那么多,但你可以得他的上事, 接待二人就必得二人所得的上事, 然后呢,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, 放了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女一个喝, 这人不能不能不得上事, 即是看到神本身,他有这种很感恩的心, 他们都将这个感恩的心赐给人, 当人在神里面,很特别的, 有些人很负面的,他真的跟耶稣, 他开始变得正念,一有神的同在, 他开始看到什么,他都觉得很好, 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漂亮, 神创造一切很好,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很多工作, 人都会变得感恩的,所以我们看到第一, 就是神是感恩的神, 他都将这种感恩的质素赐给我们, 如果我们数那五样, 第一就是圣情,神是有感恩的心的, 他会到时在天堂的时候, 他会将我们所有的东西拿出来, 在圣经讲到上次其实是很鼓励的, 这先讲粮水, 圣经有讲到在前书十五章那里, 讲到将来的形体是怎么样, 然后就讲到天上有天上的形体, 天上的荣光, 又有星的荣光, 这一星的荣光和那一星的荣光不同, 有月的荣光,又有日的荣光, 即是说去到天上的时候, 我们将来所得的上智是极大极大的, 有些人去到日头那样大的光辉, 当我们想到, 神那种欣赏, 祂那种感恩的心, 感谢我们的圣情, 这个圣情, 祂的恩典, 祂将这种感恩的心放在我们里面, 祂的计划和作为, 祂的圣情, 祂的心态, 祂的心态很想人都有感恩的心, 很想赐给人, 天国里面是充满感恩的, 其实, 在我小时候, 我曾经去探, 我们周围的家庭都是不好的, 但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家庭, 我觉得很好的, 两个女儿和父母的关系非常密切, 我觉得很羡慕, 为什么那人的家庭会这么好呢? 现在来说, 我想到天堂那种感恩的程度是非常高度的, 人又感谢神, 神又感谢人, 人又互相感谢, 在天堂里面那种感谢的心是非常好的, 神有这个心态, 神有这个计划, 将人由埋怨的人慢慢变成感恩的人, 然后再有行动, 当然你不用五样说完, 但祂叫我们做的, 祂也有做完的, 祂谦卑做到最尽, 祂关心人, 祂关心得尽, 祂关心得尽, 祂连输人, 接纳人, 耐性, 全部, 我们每个人的质素都看到祂是很尽的, 那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? 就好了, OK, 感谢神, 收听的解决, 4—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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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— 2— 1— 2— 2— 2— 3—